大家好我是莊主是財經輸稅街位置的作者 是一位獨立股評人 擅長看大肆的走勢和過股位置 是一位時勢派投資者 大肆方面由恆指由10月底14600多點 輾轉向順 參考MVCD或RSI這些技術指標 都可以看到有一個超賣的訊號 大肆目前為止有少少輕微地向下走 再加上KDJ的走勢 你見到會隨時有機會回落 風險水平亦增加 出現了頂背池的情況 投資者可能在這個水平中 都會選擇一些窩卵這些槓桿的工具 用一些坡卵來對沖貨的風險 同時間即使可能衝景大肆有機會再走高 都有可能會選擇一些窩卵去用少些註碼 來槓桿追蹤正股的回報 但條款不同的窩卵 追蹤正股的能力其實有分別 所以要學會怎樣選擇行使價和到期日 才可以避免選錯產品 以阿里巴巴為例 今年亦有很多投資者看好阿里巴巴 選擇科卵的部署方面 選擇產品千萬不要選擇行使價 選擇得太遠 因為行使價太遠 追蹤正股的能力就越弱 竟應該要選擇價外的幅度 要15%以來的產品 第二到期日起碼要有兩個月以上 否則時間消耗值也會太快 會抵消了窩卵升幅的表現 第三就是街貨不要太高 高的街貨量產品可能 會受到獲利的沽壓影響到表現 街貨20%以下就較為理想 最後要留意直播率和引伸波幅的水平 去選擇適合的產品 除了參考剛才提及的條件之外 去選擇產品 其實網站裏面都有其他數據 包括波幅的水平 近期資金流向相關板塊的表現 其實無論是選擇Colin或Putin 如果懂得選擇產品 就可以在波動的市場裏面 去找到不同的機會 選擇